《增產案》 Hello 大家好 何大米講這些 現在是2020年 4月23日 今天是世界讀書日 肯定讀一下書 這裡炒一本書出來沒看過 正所謂書到用時 方向少 現在每天都要看書 這些書要找本身的看都不是明義 今天我們不如來講講 《增產案》 即是遺產處理 爭產案的第一個要務是什麼 第一個要務當然要有遺產才有得爭 今早有個新加坡的朋友 發了一張照片給我看 這是他們的CNA 以前小弟也有份參與過 上電視的CNA Channel News Station 有一張報告說 新加坡這個月的 申請破產人數 破紀錄 400多人 平時每個月大概200人 四百多人 四百多人在新加坡來說 都幾多 因為他們沒什麼壓力 很少會弄成這樣 其實這個破產問題 基本上就是 如果你做生意的話 這陣子這麼大 沒有現金流 當然是很容易領下 債主臨盤 因為債主本身欠人錢 他當然要追債 大家都沒有錢的時候 沒有現金流 破產就是一個途徑 這陣子是一陣子 做生意的問題 如果是1997至2003年 香港人就很清楚了 因為有負資產 不是差人才這麼簡單 而是借了人錢 買樓打算發財 結果就沒有錢還 連銀行也很不行 所以大家一個現金流不夠 就導致有很多的個人破產過外 現在都遲了 不過就不是個人破產 可能是銀行與銀行之間 國與國之間 甚至乎中央銀行與中央銀行之間 短期金流不夠 不過這個時候先說吧 因為破產 其實跟我們忽然花了錢 很有關係 那什麼時候會忽然花了錢呢 以美國為例 四分一 是四分一的個人破產個案 就是因為醫療開支 不是做生意或是炒樓 炒樓炒股 通常他們會發財 是醫療開支導致破產 當時特朗普沒有醫療開支 都可以破產幾時 其實醫療開支 是大家估不到會這麼多的 舉個例 有個朋友的叔叔 住加拿大 每次去美國探親 都買旅行保險 有一次就趕時間 不記得買旁邊 很近 開車去 接著發燒 流感 很多年前 流感 美國人就不懂醫療 送了他去醫院 ICU 睡了兩個禮拜 出來就要成200萬 200萬 即是可以賣樓 200萬是很大的事 很多人如果沒有水 就直接破產算數 這就是美國的情況 香港就不會的 因為香港基本上有醫管局 最多是你不還給他 是他破產 很少就逼到香港人要破產 去還醫管局 這就是很少的 這是香港的好處 但醫療保險同樣非常重要 特別是香港人 為甚麼呢 因為有醫療保險 才有選擇 公立醫院是一個選擇 自願醫保記住 公立醫院是不能夠用的 是假設大家買了自願醫保 是在私家醫院 香港或全世界的地方 才可以做到你賠償的 這就是要記住 老實說 你一個人病的話 最重要是有得選擇 有醫生選擇 如果我告訴你 有醫療可以住 很便宜 但未必會醫到你的 另一個地方好些 醫療的機會會高很多 其實大部分一天 都會選擇去一些 可能貴一些 但有機會醫治的地方 我不是住在酒店嗎 為甚麼呢 大家買醫療保險 不是為今天 今天當然大家沒有病 不是買不到保險 是為了有病的時候 可能是老 或者是退休之後 通常如果是大病 都是平均發病年齡 都是六十開外的 那時候大部分時間 都可能已經退休了 沒有職業上的醫療保障 那你沒有個人的醫療保險 那怎麼辦呢 真的要靠政府 那時候即是沒有選擇 那你要有選擇 因為你如果有下一代 有子女 他們都希望你有選擇 如果要醫治的時候 他當然想用一種比較容易些 或者有機會醫治你的方法 很多時候不是你自己選擇 我說不可以選擇 就算了 沒有的 你沒有這樣 牙刷的時候可以這樣說 到最終我覺得 我接觸到的大部分的客人 是很希望有多些選擇 所以醫療保險 特別是年紀大些 準備退休的時候 你一定要準備 為自己的財務策劃準備 亦都是為你的子女的財務策劃準備 要不然你把錢都花掉 就不用插一下 另一件事當然 你要準備定一份危急保險 現在的危急保險很好 可以早期又可以陪搭 重病又可以陪搭 搭完一次重病之後 第二三四五六七八次 如果真的再發病的話 不同的產品有不同的賠償方法 都可以陪搭的 現在因為醫治的機會很高 有五成以上的機會 就算生癌症 都可以治療 治療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會繼續有機會再生病 醫療保險 就不會因為你 採訪過現在的保費 你可以繼續賣下去 但你治療後 這樣也要吃飯 特別是年老的話 可能要買些保品一下 危險保險是很重要 特別是多次你陪搭 所以就趁早賣定 在退休前 已經供貸了 退休後不用供貸 有甚麼事 就一直補到一百歲 八十幾歲 所以現在其實 大家正在考慮這件事 趁保險公司 現在登生意 你又有空 要考慮 好 講到增餐 當然要寫遺囑 買保險那些 記住 在這個新冠肺炎的疫情下 如果大家要寫遺囑 有些事要注意 不要以為我真的未病 不過一生病 我就寫遺囑 不是那麼簡單 網上你都知道有個醫生 叫Dr.Rex 他就很好的 是一個好醫生 他說到很多老人家 特別是患了新冠肺炎的時候 他不容易出現病徵 因為他自己那個 據他說的那個 免疫力 老人家的免疫力是比較差 發燒其實是屬於免疫力 即是免疫系統的一個反應 來殺死病毒 高溫的時候 老人家未必有這個反應 可能病毒蔓延全身之後 所有器官開始衰竭 才會有反應 才會見到病徵 未必會因為 見到發燒 會去洗衣服 其實可能不發燒 直至器官很多都是 扭來衰竭的 即是很大件事才會入床 其中的包括 口齒不清 精神彷彿 因為這個病毒 本身是會影響神經系統 影響神經系統 會影響神經系統 這件事就有問題了 第二個問題就是 如果患了傳染病 需要隔離 隔離的情況下 當然要探望他 很難 如果沒有人家 進醫院不能讓你探望 其實他的意志會 不會拼入很多 這些病不是開玩笑的 即使兩人一樣的健康狀況 一個有得淡 一個沒有得淡 一個沒有得淡 沒有得淡 對老人家來說 他的存活意志是低很多的 你要留意 兩件事 第一 隔離了 隔離了 第二 第二 如果這個人開始有病症 即是說他有可能神志不清 他當時立的遺囑 有可能在法律上受到挑戰 那是不是很大劑 可能他之前立過遺囑 或者之後都想立遺囑 但中間這個時間 如果他病 要立遺囑 希望可以改變一下安排的話 這段時間立的遺囑 因為他有機會神志不清 所以 法律上是有問題 如果要講爭產 要講梅媽媽 和聯方之間的爭產 不過今次不是講這個案件 而是幫梅媽媽 做法律的顧問的其中一個律師 他本身 因為爸爸過世之後 有份遺囑 他都有一個爭產的案例 這個律師是哪位呢 這個律師叫歐詠麟 歐詠麟 歐詠麟跟他弟弟弟 打官司 這件事是這樣的 2002年 他爸爸立了一張遺囑 指定某些事情 然後2008年 歐詠麟律師本身 就受到他爸爸的指示 另立一張遺囑 法庭判斷這張2008年 即是較新的遺囑 是有效的 按照他來判 和分配遺囑 然後當然有人不服 這些事情 大家可以想到 兩個制度律師 對嗎 2008年那份遺囑 到2018年4月 中審法院 即是一路去到中審法院 一路去到中審法院的判子 就說 原來是這樣 現在歐傅 他2008年立遺囑 那時候 就有問題 因為 原審裁定 新遺囑簽名 雖然不是偽造 但是 爸爸當時 也沒有 腦退化症 沒有 就算有都是輕度 就不影響 有精神上的能力 但是 這些是沒錯 但是 這個歐傅 爸爸 在立遺囑 當時 他的律師見證 並沒有按照 黃金守則 安排醫生 見證 立遺囑 有這個能力 那 上訴庭就說 這個歐詠麟先生 就未能夠 滿意地 證明 他爸爸 當時有能力 理解新立藥 以及要牽涉到多少財產 那些東西 所以呢 這個02年才有效 之後 他那張就沒有了 那就打輸了半支 這件事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遺產的案件 是中申法院的判詞 判例來的 中申法院的判例 就是在香港各級法院 都成為判例 需要跟 所有的律師 所有的事務律師 如果要跟客人做遺囑 辯證的時候 你可以不找律師做 你找別人都可以 但通常你都打算認真些 有十億八億身家 當然是找人一些 找律師做 律師就會看看這個人 有沒有需要找的醫生 根據黃金守則 什麼黃金守則呢 就是這個判詞所說 根據英國的醫務委員會 和英國律師會 他們有一個守則 要根據黃金守則 問一堆問題 證明那個人 立為足者 是清醒 了解後果等等 還有多少智慧 會問他的計算 兩條數 問題不是那麼簡單 正常一個老人家 就算他無病無痛也好 不打算立為足也好 你問一下他 都不容易回答 例如什麼呢 第一問他幾歲 老友你幾歲 健康情況怎樣 從小說來聽 你有幾個老婆 健在的老婆 有幾個 什麼名字 什麼時候結婚的 你喜不喜歡他 他喜不喜歡你 有幾個兒子 孫子那些 全部要說 你要懂得說 有反應才行 因為這些事情 都涉及你 立為足的時候 的意願 我原來完全不記得 所有孫子 這件事 你又說改了遺足 那是否有問題 又要問他 你有幾個家庭成員 指靠你的 你那個遺足 現在要新立 那些受益人 是怎樣的 你會有幾個 有幾個 有幾個都不加 問得很清楚 之後呢 還要問清楚 他那個物業 產業的詳細情況 詳細情況 我問你 你自己都不記得 幾年買的 多少錢買回來的 賺了多少錢 有沒有賺 有沒有事 有沒有做按揭的事 你其實一定很清楚 你才可以過到這一關 還要問 甚至乎問了 時事問題 今年哪一年 什麼時候打世界盃 今年有沒有歐洲國家盃 等等 這些時教時事的事情 都會問 如果你不能回答 或者客人回答 或者老人家回答 他未必需要有病 只要回答不到 你就不能夠 在黃金手指的水平底下 證明到他有能力 那你將維促成為 那爭產 何時都是雙和氣的 特別是 子女之間 兄弟 自己這樣爭 一定是很大件事 很多錢才會這樣爭 還有你別以為 你懂得少許法律 我自己寫張維促 第一,你不要再誠 自己寫維促 也是這麼涉及多錢 第二 就是 你懂得少許法律 沒有問題 通常這些 爭產案 是有錢佬 有錢人的子女做什麼行業呢? 專業人士、醫生、律師 很多增產的子女本身就是律師 很多,見不少 離婚案也是,都等於分身家 不過人未死,為什麼? 而離婚案很多大個案都是律師 法律背景,所以少看這些 遺囑本身的功能就是分配財產 分配產業,不能夠達到 補救誓者的價值功能 什麼叫誓者的價值? 例如他有按揭,有 business concern 即是有生意 生意都有可能是借貸 生意按揭和養育子女或父母等的責任 遺囑是幫不了創造價值的 這一定是在保險上才可以做到的 還有有沒有想過? 保險的賠款從來都沒有引致紛爭的 沒有聽過 保險就很少引致增產這件事 因為保險本身指定的受益人 你可以指定的受益人 還有記住指定的受益人 有些是不捨的 這個不建議這樣做 如果不捨的受益人,就會變成落在自己的遺產 就是剛才那個案子 寫遺囑那些東西 指定受益人的話 保險產品所有的賠款 都是合同裏面的賠款 保險合同賠款 不屬於香港 不屬於遺產的一部份 所以剛才說的案例 即使是CFA 中審法院的案例 都不適用於這個情況 保險賠款本身 並不屬於遺產一部份 一來不屬於遺產一部份 二來就是保險要核保 核保的時候 很明顯要確定那個人是精神 聰明 這個核保的過程 很可能比黃金手則更加業價 更加聰明 更加精靈 因為很麻煩 因為保險不是這麼簡單 要問很多事情 第三 如果你更改保單裏面的受益人 其實是需要根據可保原則 即是說不要提供我 要多年 那隻狗不行的 保險公司不會接受你的 所有受益人要改變 要有合法、合理的可保權益 例如說 現在老公、老婆、子女都可以 兄弟都勉勉強強 你說不是的,他是我的朋友 可以嗎? 朋友就看你熟不熟了 熟得好像未婚夫妻一樣 可以寫未婚夫妻 但我朋友 不過是普通朋友 我昨天見他幫我拉著電腦門 我今天把1%的人受保險寫給他 可以嗎? 我可以直接告訴你 就可以了 所以 受益人這些很嚴重的事情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現在我們可以在APP上直接改 受益人 可以很方便 一天改一次都可以了 但是不建議你改得這麼密 第一,你要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第二,就是所有受益人 理論上是需要有正式的可保權益 才可以合理地做到的 否則到時候會很麻煩 還有現在的保單 全部都可以有首要和次要受益人 知道怎麼分嗎? 譬如我買了一張保單 剛剛我買了一張保單 我死了 陪個首要受益人 舉個例子 我媽媽 我太太 都是何太 一人一半 就叫做首要受益人 什麼叫次要受益人呢? 就是說萬一我不在 要做出理賠的時候 那個首要的受益人 不在 都死了 即是賠到給他 那會怎樣做呢? 這樣就 所有受益人就不適用了 所有啊 所以就需要做一個次要受益人 特別是兩個夫妻 買一張保單 互相買一張保單 寫受益人 對方和小朋友 那什麼呢? 如果兩夫妻一起去旅行 一起去旅行 上飛機 然後就 沒有了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那如果兩夫妻都寫對方做受益人 那就是論盡 因為呢 同一時間不在的時候 那如果同一時間不在這裏呢 香港法例就說年紀大一點那個 就當他假設他先不在這裏 那他一個例子 老公和老婆一起坐飛機 一起不見了 那就當老公先死了 那就賠了給老婆 那那份錢呢 就去了老婆的遺產 因為他馬上又死了 那就是說老婆那份的人受保險 又賠不到 因為老公不在 而老婆呢 誇! 誇! 變成兩者的保險金 都成為老婆 即是年輕一方的遺產 那如果大家年輕的話 沒有寫遺囑就順盡盡 不過呢 都根據法例 沒有遺囑承判法 都可以賠出來的 那雖然你未必喜歡那個賠償方法 那如果你說已經寫遺囑 那就很順盡 又會根據 年輕一點那個人的遺囑 安排去分配 那當中可能會涉及增產的 真的 因為很明顯兩者是寫了受益的人 但是現在這樣的情況 可能有人會出來爭論盡 所以次要受益的人就這麼重要了 次要受益的人 就是當首要受益的人 不在的時候 馬上生效 通常就會 次要受益的人 寫了一個人在那裡 那就是說 兩夫妻不在了 都不知道誰先走 那不用擔心 一定會去次要受益的人 全部去到兒子裡 那是從保險合約 指定給兒子 而不是在圍捕那裡指定 那就方便不夠了 可以保證到兒子一定拿到錢 還有現在的保單 的受益人 受益一方 你不需要一定指定他一次過拿的 可以讓他分10年拿的 那如果你覺得 哇 他的銀馬太大了 也有可能的 因為現在的疫情 很多人想買大些 買一張臨時保單 買一張Term 買大些 買一張五百萬美金 一千萬美金 買大些 但是買的時候 好像有些擔心的小朋友 如果忽然間我死了 他會拿著錢 就害他 不用擔心的 錢多很少會害到別人的 那你可以指定 分10年去給他 當然這個指定可以更改 隨時間可以更改 人壽保險 作為理財工具是非常之重要的 儲錢為自己 亦都為了你的子女的理財 非常之重要的 醫療 迷疾 和人壽都是 因為人生出來就有責任 人壽就是當你彌補你自己的責任 人不在那 你也有財政責任 另外醫療和危疾 其實就是當一個人有病的時候 也難免 那就不要令到自己 沒有錢找數去醫療 令到又破產又成 甚至乎年紀大了老的時候 通常都老 即是我們現在 個個都很健康 打電話來 一定是很健康的 始終會病 始終會死 到時 可能我80歲 或者90歲的時候 才不在那 正是你子女 事業的高峰 可能用錢最多 如果他們的子女 亦都在讀大學的時候 那你就跟他們說 要一百幾十萬去醫病 那是否令到別人很困難呢 所以自己賣了醫療保險 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來的 自己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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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賣就沒事了 疫情嚴重 還有這個 燒了毒的書 包了保鮮紙 我一會兒會看的 這本書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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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香港 沒錯 這本書叫做就是香港 挺好看的應該 我一會兒會看的 今天是世界讀書日 大家一齊在家裡 君書 再見 各位同學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各位朋友可以訂閱 我會做多些好的片段給大家看 多謝